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华严寺特有的刑法四大工程之一的华葬工程 那这个华葬工程呢是我们导师海云记梦法师修学佛法二十几年来的这个心得 他自己所走过来的这个心路历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这个华葬工程的这个宗旨呢 它是要透过聆听欣赏接纳来培养我们来这个提升我们的生命品质 来破我们这个我执法执 因为我们说我们学佛要破我执法执 那学佛如何说从破我执法执如何破呢 就从这个华葬工程开始 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说 为什么这个华葬工程可以破我执跟法执 那这个华葬工程它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研讨 那第二个阶段是结模 那第三个阶段是师资的养成 那这个师资的养成又分为写作班跟这个讲师的培训班 等一下会一一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现在先来说这个研讨第一阶段的研讨 它的这个研讨规则 那研讨它又分为三个阶段 初级中级高级 那这个课程的方面呢 都是我们海云法师的著作或是说录音带 那也会配合说那一组的学生的程度 或是说他们有想要研讨哪一个部分来做这个这个课程的这个选定 那研讨的规则第一个 每一组三到五个人 三到五个人不能多 因为我们三到五个人 每个人每一次都要讲三轮 每一轮三到五分钟 我们才能够来维持这个我们研讨的品质 研讨的品质 那在讲的同时呢 我们同学事前就要先做功课 把当次该周的要研讨的项目回去 在家里就要先做一个重点整理 分三个重点 那每一个重点呢 我们来研讨的时候讲三到五分钟 那如果你不会讲 那可能就要可能就要罚站 同学们跟你一起站个三分钟 就是要等 不能说我不会讲 我不要讲或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是在透过这个划算工程 来训练我们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逻辑 我们的表达方式 我们欣赏的能力种种的 那透过这些呢 我们一定要自己不断的超越 不能姑息自己说 我不会讲 我就不要讲 不可以 我们一定要每个人讲三到五分钟 讲三轮 那第一轮跟第二轮 是我们就我们这个 以当周研讨的部分内容 来做一个发表 那在讲的同时 其他的同学是不能差意见 或是说 他这是不能接融 不能接下去 譬如说前一个同学 他讲说他的小孩子 学业上有什么问题 或是说在同学方面 人际关系有什么问题 那下一个人 他就不能接下去 如果再接下去 就是接融 他会把整个议题 都把它 好像会走偏掉 没有办法 把这个议题控制得很好 所以他不能接融 他不能够接融 要就我们当周 当周所研讨的部分 下去讲 每个人三到五分钟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在我们在研讨的同时 我们不能够 没有不能够批判 没有所谓的是非对错 或是怎么样 或是一个 资鉴上的一种判定 或是说 比较会讲的人 或是学佛比较久的人 我们都来问他说 这个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这样子好像不对 不行 因为我们每个人 看这个对事情的见解都不同 因为我们局限到 我们个人的受的教育 还有我们生长的环境 我们的意识形态 乃至于说民主国家 每个人都不同 看的事情角度也都不同 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个滑葬工程 来做聆听欣赏接纳 就好比我这个手掌好了 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看到的是我的手掌心 可是我自己看到的是 我的这个手背的部分 我们讲的地方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侧面的同学 也许他看到的就是大拇指 但那在另外一边的 可能看到的就是小指 这当中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只是我们这个欣赏的 看的是角度不一样 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那这个我们在研讨的同时 就是在训练 我们欣赏的能力 接受的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人 就是自我主义太强 我看到的才对 我说的才是你要听我的 其实我们 我们学这个滑葬工程 就是在欣赏别人的意见 那也在破除自己 因为你在欣赏 在聆听 在接纳的时候 也就是在自己破自己的 我执跟法执 因为我们就是有 那些的自我执着 或是说我们 用我们以往所学的 这些东西来看事情 所以说我们会有 我执法执的存在 那如果说我们在研讨的时候 真的能够确实 来来遵守这项规则 聆听 欣赏 接纳 别人在讲的时候 我们就是静心倾听 就是欣赏 别人有这种看法 为什么我们有这种看法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明明是同样的一些 明明是同一个 好像是一个主题 同样是一卷 那个海云法师的tap 那为什么我们三到五个人 所陈述的重点都不一样 所看的见解也不一样 那这其中 我用你自己来参加 你才会了解说 这各种的好 你自己来参加 这是第二点的部分 在这个我们研讨的当中 没有所谓的是与非 对与错 没有这个评断 都没有 好 那在第三点的部分 因为在事前我们已经做了这个重点的整理 那第二点就是说 在我们在事中 我们就是尽量的把我们觉得 所谓的重点 这样子跟大众分享 那第三点就是要再把我们已经研讨完了 所有的人的这种所谓的心得也好 你觉得 因为他讲了这个部分 你觉得你想再多询问的 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或是说把每个同学的这个见解都记录下来 把整个汇总起来 这是第三个的部分 因为我们不是说听听就算 因为听的时候久了就忘了这回事的存在 所以我们第三个部分是综合自己的 还有他人的其他的同学的这些意见 或是说重点 我们把它截录下来 以后我们可以编辑成册 跟大众结缘的部分 这是研讨的部分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所谓的结模班 那结模班他是一定要透过这个华藏工程的第一个阶段研讨班 他要研讨班有进阶之后 他能才能够进阶到这个结模班 那这个结模班也是每班都是三到五个人 那这个时间就不一样了 这个结模班每个同学 他一次要讲二十分钟 一次要讲二十分钟 那讲完二十分钟就要让其他的同学来问问题 来来结模这是这个是一个进阶 因为第一个阶段是研讨嘛 没有所谓的对与错是与非 没有评论没有讨论都没有 就只是纯粹的聆听欣赏接纳 只是接受别人的 把自己的给分享出去 那第二个结模班 他就有讨论的空间 所以要参加结模班之前 他一定要有第一个阶段的基础 一定要有第一个阶段的基础 那结模班是一个人讲二十分钟 每个人都讲二十分钟之后 开始综合讨论 这是结模班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师之养成 那师之养成又分为讲师跟写作 那讲师的部分是一次五十分钟 就是一堂课五十分钟 那他讲五十分钟之后 其他的时间就给其他的同学来问问题 为什么说这个语出何处 收集的资料是从哪边收集而来 这个理论的观点 他是站在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角度 站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来讲这一个讲题 这是这个讲师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师之写作培训班 因为有的人不像 因为每个人不同嘛 有的人就是能够侃侃而谈 能够很这样子很随性的就能够转法轮 或是为人讲解 那有的人可能就比较着于言辞 所以要在这个写作的部分上发挥 那这个写作的部分 有的可能就是论文的写作 或是说小品文的写作 乃至于说编辑和尚的法语 种种之类的这些 都算在这个写作培训班的部分 那我们华研寺会依每个学员 每个同学的这种性向 兴趣不同 来跟大家做一个教育 跟这个栽培培训的部分 那今天对这个华站工程 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您随时打电话 到我们大华研寺来 我们很乐意为您 一一做更详细的解说 阿弥陀佛 我们刚才讲到心体理念 理念这个本身是一个动词 理嘛 心体要能够独立 不要被这个念所绊住 这个讲起来很容易 你做起来你就知道 这个叫牵绊 那个念对我们人啊 跟动物不一样 动物没有念 动物没有念 动物比我们更如来 因为他看到一个像 他会吓一跳 就反应了 看到这个像 他能接受 他连要理你都不理你 他动一下躺下去继续再睡 这动物就是这样 人就不一样 你会 那个念啊 一直缠绕着你 使你 飞不去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哪一天啊 人家 讲个影子啊 你就生个儿子啊 人家说点 你先几个儿子 还没有先一个儿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不能理念 那个念一直牵绊着你 这个就是啊 人类真正痛苦的 一种像 一种像 这痛苦的样子啊 就是从这里来的 当你那个念啊 能够使你兑现 产生幸福感 那叫福报 当那个念啊 你不能兑现 而造成逼迫 或求不得 那你看八苦通通出现 对不对 求不得苦 对不对 爱别离苦 愿真会苦 五因至圣苦 五因至圣苦 更是标准的念 纠缠不清啊 叫做五因至圣啊 就是这种状况 但是这个念啊 这样讲起来很抽象 它有个像 所以下面讲 离念像者 这个念像啊 念的像啊 等虚空戒 无所不骗 念像等虚空戒 无所不骗 你能离念的话 那当然也等虚空戒 无所不骗 所以我们在忏悔的时候 说这个业障啊 是忏悔业障啊 这个业障 假使有有像 有形象的话 我们自古以来 所造的业 尽虚空戒 不能容受啊 不能容受 你看看 我们造的业有多少 业有像 不是没有像 念啊 也是一样 我们的业在哪 就在念上面啊 你起心动念 都是在造业啊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离念像 那就等于不造业了 你有念有像啊 念像 尽虚空变法戒 那只要离念像 那同样 全部都破了 尽虚空变法戒 清净 无然 关键在这个地方 真正关键在这里 我们 修行啊 我希望各位能够真正的抓到这个 要灵 要灵 修行其实不难了 你这么几句话 就够你用了 够你用了 有的一听 越听越开朗 这个就福报了 有的越听 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有没有 这你没了解 到底是你说什么 那是你越苦啊 不要 当有那种状况产生的时候 那你就不要了 你就用送的就好 不要管它 就像各位在送心经一样 观之在 还有福报 那福报在哪里出现 你不知道 那要看你当时的心境 那个姻缘会在那边凑合 但是呢 你这个几个重点抓到 你要当着遗情守住它 守住它会一直深化 一直深化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玉啊 玉啊 应该知道了 你看古代的玉啊 古代的科学啊 工艺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好 现在的那工具很利 玉在硬 啪 就一搁就过去了 可是古代没有啊 古代要慢慢磨 慢慢磨 只要磨得很快 一刀过去 那个痕迹就出来 那就完蛋了 它又要好久好久 才能把它磨掉 所以它的动作都很慢 慢慢慢慢磨 才会那么润 那么滑 那么贵 你知道吗 修行哦 你不要怕 你记得 当我越笨 当我越顿的时候 表示你这个玉越硬 你知道吗 你要认为你很聪明 很厉害 你那个玉跟你土差不多 不硬 不硬 所以修行本身 它就是慢慢磨 慢慢磨 但是这个磨当中啊 你就是不能中断 不能中断 你就一直磨它就对了 一直磨 你不用担心 这个重点抓住 将来啊 你就会成就非凡的 觉悟 我们怕是抓不到重点 你不要怕 也不要问 师傅我这样对不对 跟你讲这几个重点 就对了 那么再往下 那只是详细分析而已 前面这个部分啊 是整个总肛瘾 它拉起来的 下面啊 你有福报 你听啊 会很舒服啊 那你听不懂 听啊 这样 七空 九九做一空 那你就会很痛苦啊 那个时候听不懂 不要紧 你说师傅 我是来当装严重的 装严重 知道吗 我是 你不要听到 睡着又跌倒 这个会有 会有这种情况 确实 因为他理论下来 越来越维系 越来越维系 也不见得会听不懂 但是这个是一个要领 要领要抓得住 好 下面 法性一向 即是如来 平等法生 依词法生 说明本觉 这个 这个经文啊 我们看啊 就知道说 它是翻译的 而且这个翻译 假如各位有稍微 去整理一下 像我们这样讲完以后 讲完以后 你把它翻出来 语音把它翻成文字 你就会发现 有些地方要改 你不能从讲的 一个字 通通把它翻成文字 你根本就看不懂 所以翻完以后 你要润笔 润笔当中 有很多 师傅举例的 穿插在其中的 只是轻松 大众气氛的 那些你要删掉啊 不然你变成文章以后 奇怪 这师傅怎么讲一讲 要跑出那些来 那个要删掉 那么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有这种情况 因为它删掉一些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它在文章上面前后连接的 会有一点不太顺的情况 像这个地方 他讲 他讲心体理念 然后呢 理念向则 所以照讲啊 我们的古文学里头啊 文言文来讲啊 都是这种写法 都是这种写法 他那个 转 转 那个叫什么 连接词啊 介细词的那种用法不多 所以你一看啊 这一句啊 又是姑且 突然间冒出一句来 其实它这个地方 都有一个相连接的地方 有相连接的地方 像第二句到第三句 你看 理念向则等虚空借 无所不偏 到这里 这个一句就等于一段了 下面法借一向 那前面也没有法借一向 这里突然间冒出一个 法借一向来 那么这里面 它也有一个相连接的地方 在理论上啊 有这种状况 可是在文字上 没有 那我们假如 只从文字向上 直接做解释的话 那就不通 所以你要了解 它的理论在讲些什么 那我们在这里 告诉各位的就是 你要培养这个能力 培养这个能力 这个文章一看就知道 这里假如就 文章上来看 它根本 这三句就是三段了 就三段文章 那三段文章 它并成 一段来讲的话 那你在 在这边就可以发现 它有三个理论 那理论啊 那你就理论 必须要把它圆满以后 把这个理论 连接到这个理论 那个 那个要有啊 那个连接的地方 要有啊 但是你这样看 看不出来 比如说这里为什么讲 法界一项 它讲心体理念 然后理念一项 理念一项下面又 法界一项 从心体理念到 理念一项啊 我们比较容易了解 这两个可以定在一起 讲同一个理论 但是理念一项 到法界一项啊 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没有那么简单 我跟各位讲 理念一项啊 就是法界一项 刚才我们跟各位讲过 念一项啊 尽虚空变法界 无所不在 把这个念啊 千禅不清啊 对这个部分 我们叫做夜念项啊 其实就是夜项 那理念项啊 就是把夜项 全部消除了 那夜项全部消除 就无项啊 无项也是一项啊 整个戒虚空变法界 无项 那就是只有一项嘛 所以佛法中在讲 无项 一项 无念 一念 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空相就是一项 空相不是零相 空相是一相 无相也是一相 那一相叫无相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说一念 一念就是无念 因为无念就是一念嘛 你千万看 你慢慢去体会 对不对 一片 一片晴空 你会说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什么时候 什么都没有看到 你看到的是晴空啊 清晰的 有没有 晚上回家 门打开 灯还没开 你看到什么 没有啊 一片漆黑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一片漆黑 你已经看到 一片漆黑 那一相你看到了 你不能够说 什么都没有看到 因为你已经看到 一片漆黑了 什么没有看到 所以当它统一成为 一种状况的时候 就变成无了 有没有 晴空万里 你说 什么都没有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相啊 有没有 同样的情况 所以理念一相 就是无相 无相就是法界一相 我们懂得 它的那个背景 佛法的语言模式 跟思维模式的背景以后 那这个你才能看得懂 那你要是不懂得 佛法所讲的 那个理论背景是什么 你现在看这个 你就 真的撒住了 就撒住了 所以他这里有一些转折的 那个地方 灵念一相 即是无相 无相即是法界一相 那法界一相 即是如来平等法身 那这样你就 就能够了解了 所以你要从文字上来 做那一种解释 那你就前后理论连不上来 连不上来 然后就会去绕圈子 绕圈子讲一堆理论来接 那你又变成看不清楚 那就跟前面一样 不生不灭 与生命合合 不生不灭 跟生命怎么合合 那就变半生半灭 生命叫不生命 那不是半生半灭 这个不是主地瓜 熟了没 还没熟 熟了生的 那加起来变成半生熟 不是 这是两种状况 这两种状况可以平行 平行 现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有次地的这种地 我们叫什么 地变 它有那种 转化的这种过程 好 这个法界一相 为什么说如来平等法身呢 如来法身 如来是自性 自性 还有平等不平等吗 没有 自性啊 就是法身 这个 讲到这个地方来啊 那就牵涉到 佛法修行中的复杂性 我们脑筋一顿化以后啊 开始僵化以后啊 对于啊 维系的地方啊 你不太能够用心 不太能够用心 所以修行啊 就逐渐的 被什么 被简化 简化到最后啊 就变成啊 一无四处 到最后每一个法门出来啊 都是三甘普辈 那那都不得成就 不得成就 任何一个法门修行啊 它都是啊 生命改造的工程 生命改造的工程啊 不但维系 而且是很繁重的 生命改造没那么简单 你不要看说 六族啊 人家一听就误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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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青老和尚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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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很快就觉悟了 我们恐怕没有他的本质 没有他的本质 广青老和尚你知道 他二十岁以前啊 他被人家卖了 家人啊 因为没得饭吃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生事吗 那因为他是我师父啦 所以我懂一点 讲给你听啊 他爸爸就把他卖了 说好听一点 不好意思 说爸爸把他卖 被人家卖了 卖到南洋去做长工 那时候大概七八岁而已 七八岁的小鬼啊 你知道吗 就卖到南洋去当长工啊 南洋我是不知道哪里 不知道马来西亚 印尼啊 反正到那边当长工 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啊 他爸爸死了 爸爸死了 所以呢 那边的主人啊 主人啊 那大概就是那边的华桥啦 绝对不会是土人啊 那边的华桥啊 就叫他回来 帮家 帮他爸爸 处理后事 处理完毕啊 就剩下他一个人 那要到哪里去啊 要再到南洋去 要缴船费啊 船票啊 船钱啊 要买票上船啊 没有的话怎么办 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 很单纯的出家 那各位想想看 我们有没有那个本事 八岁啊 去给人家当奴工 童工 长工 当到二十岁再回来 然后他出家以后 他很乖 不像我们 一个脑子里头 一个肚子里头 那个回宠翻来覆去啊 人家还就是那么近 大疗 煮饭 他做 他就这样 什么修行啊 他都不会问 我们是天天问啊 对问都不好 有一天他听到人家讲 说要念佛 他一声啊 他还仔细的看一下 对方觉得 你好像有点不懂的样子 然后就告诉他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这样一直念 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了差不多半年 半年啊 他就开始啊 身体变得很轻松 他已经 在念佛当中 获得喜悦 然后再连续啊 再念了五六年 有一天啊 把那个木材啊 放到灶坑里头 以前这个灶不像现在 Cat the Park 那种不一样啊 以前是大灶 要捡木材来放到 灶坑里头啊 去烧啊 煮饭啊 他就在那个时候 塞进去的时候啊 那木材在烧啊 啪啪啪啪 他在那个时候 开悟啊 他入了念佛三昧 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啊 哇 都是黄金为地 但是他每天 还是在那边啊 做那件事啊 要我们现在 哈 你有个境界 半年 你三十年 你都讲不完啊 告诉你 那境界都没都没啊 他没有 他继续这样 一直到啊 他出家将近二十年 他详细情况也不知道啊 大概我们可以说 将近二十年啊 那个 老一辈的人讲说 是二十几年啊 他师父说啊 要他去受戒 要他去受戒啊 他说师父啊 我又不认识智 我又什么都不会 我就只会在这里煮饭 聚茶 担醉啊 要怎么去受戒 他师父很生气 叫你去受戒 你还啰嗦 他才能乖乖的去受戒 受戒回来才正式比丘啊 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基隆市啊 有一个铁路局的 一个战务员啊 到那边去打灾 认识着他 就邀请他说 有空啊 到台湾来 那他就这样子 刚好光复后 他就搭船 第二次搭船 到基隆 从基隆下了船呢 那一个邻居是 好像邻居是 就供养他 请他在那边住一段时间 后来他就搭火车到台北 然后台北转车啊 大概搭错车啊 搭到新店去 所以他的发展区 都在新店这一带 知道吗 你不要学他 他的苦行哦 你大概受不了 他当时上去的时候 身上扛着三根 三根 甘蔗 然后上山去啊 就没下来 刚好那时候 有一栋日本的房子 有没有 我们说一本厕所啊 日本人撤退啊 留个房子在那里 他就住在那里 他住了很久都没有下来 有个人上去看他 他已经病倒在那边 快死掉了 才背着他去给医生看 从此以后 他只吃水果不吃饭 所以叫做水果塞 归基输 是这样来的 那他怎么修啊 他很单纯 很单纯 我们 你修 不会成就 不要怪人 只怪 我们不单纯 就这么简单 他没有什么 一辈子就这样 平凡 平凡中啊 显现出啊 他生命的耐力 那才有可能 我们要不平凡 你就没办法 所以不要看 那个部分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懂得 他一定是一件啊 非常繁重的 生命改造工程 他不是 一般想象的 弄个手段就好了 你要像他这样子 一个南无阿弥陀佛 打到底 可以 不是不行 那你有没有够 那么单纯 而且不执着 有坚持 没有错 但是不执着 你听懂吗 要有所坚持啊 但是不能执着啊 我们是有够执着 一点都不坚持 你知道吗 你要坚持什么 你要不执着什么 我们能掌握得到吗 这是他大善根气啊 我们不要光学 这种大善根气啊 我们可以赞叹 敬仰 但是你学不来 学不来 一个肚子里头 蛔虫 加猴子 在那边斗啊 你怎么能修行啊 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经过 一套 非常严格的 工程训练 这个地方讲的 自信的 平等的 法身 其实都同一个啦 如来等于平等 平等等于法身啊 都是同一个 问题是我们不平等 我们会这样想 我这个人很平等呢 很平等啊 我记得 年轻的时候 我对那两个孩子 我觉得我是很平等啊 不过一个比较乖 一个就爱哭 爱哭老师被我打 他妈妈就叫了 你很歪心耶 我说哪有歪心 我两个都一样 平等啊 他哪有平等 你老是打小的 因为小的爱哭啊 我们以为平等 不见得平等 不见得平等 你自己认为嘛 对吧 这是我很想平等 没有错 可是我们 事实上 有你的好恶 有你的好恶 而你自然偏差 你自己不知道 我们只是说 那你就爱哭 我就念你几次 特别念几次啊 对他就很大的压力 那你就不能带他 像带那个不爱哭的 对不对 就要有人提醒你 你才会 嗯 对哦 对 对已经不平等了 已经不平等了 所以我们 不要把它当作 我自己想象的那种平等 不要这样想 我们说到平等 我们就要惭愧 我没有办法平等 我要重新来过 我要继续努力 那么你要自己慢慢的 从各方面去举证 各方面去举证 在吃饭的时候 到场当然 大疗很慈悲啊 你不喜欢吃的 你就退出来 喜欢吃的 你再讲 再加给你 呵呵 你就知道 看你平等不平等 你要平等 就通常吃下去啊 为什么还有退的 对不对 菜不够 为什么老师要你 要的那一种 你怎么不会眼睛闭着 你随便教我 随便吃 你就不平等啊 你说我都很平等 很平等你讲的 那上帝在上面看 那家伙又在不平等了 然后他嘴巴又在讲 他很平等 这个就是一个 心理上主观的偏见 主观的偏见 我们自己不知道 修行就是要训练 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而自信本身呢 它是不分别的 不分别 所以我们常跟各位举例说 一块石头 跟一块黄金在一起 黄金不会伸脚 把石头踢走 你是石头 我是黄金的 你怎么可以 跟我站在一起 不会 石头也不会说 哎呀 我这么难看 你是黄金 石头也不会 它两个在一起 就是平等 那我们呢 不一样 不一样 有没有 自己慢慢去想想看 自信 法界 真如本体啊 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法身 就是真如 就是平等 这个就是法界一项 就讲那个本体的部分嘛 法界一项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三个 不是三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 透过这个名项 我们了解到 然后 依此法身 或者依此真如 来刷 说明本觉 说明本觉 不是说明本觉啦 刷 本觉是什么 这个名字叫本觉啊 所以那四个东西 等于同一个啊 我们常讲说 我们学佛 是要觉悟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啊 是因为我们死觉 开始觉悟啦 在人生茫茫大海当中啊 这样生死沉沦啊 我们一辈子啊 辛苦的奋斗啊 有没有 大家都很认真的工作啊 聪明才智也不输人 认真工作啊 没像马也像牛 戏也坐着等啊 好像的 也没有什么搞头嘛 成功的机会啊 往往都比 失败的机会小 失败的机会啊 往往都比 成功的机会大 那为什么 好 你现在不管怎样 终于想通了 那重新来过 这个叫死觉 死觉 觉悟是什么 死觉啊 刚刚觉悟啊 你觉悟到什么 觉悟到我有本觉 觉悟到我有本觉 为什么有本觉啊 因为我原来不觉 知道吗 因为我不觉 不觉什么 不觉我有本觉啊 知道吗 死觉就是觉悟到 原来我是不觉的 不觉什么 不觉原来我有本觉 所以这个时候就开悟了 真的这样觉悟的人啊 这个叫悟后 那你就可以修了 悟后起修 我们有没有觉呢 我们叫做 半觉 不叫死觉 看 你又有觉悟 说你有觉悟 好像觉得不太正点 有点偏 有点偏 不过偏的好像不太远 不过你 焦距剂没有调整 你造出来的相片都蒙蒙 大概没有一张相片可用 但是你大概都知道是什么 可是你就看不到本来面目 有没有这种感觉 慢慢再想想看 你说在人生中 你有所觉悟 要不然你不会来听 也不会学佛 每天那么认真的拜 要死不活的来学北禅的 肉又不能吃 只能吃素 对不对 好了 那既然学了 认了倒霉嘛 谁叫我要信佛 有机会早一点认识 藏传的或南传的 也不必被这个吃素绑死了 你可能会这样想 这个呢 你没有真正透彻了解到 你只是被那个痛苦 逼迫 被那个失败 逼迫 被人生的无奈 逼迫 所以你踏入佛门 你的根本上 那个核心 你还没弄清楚 我们跟你讲 弄清楚是 我觉悟到什么 你现在进入佛门 你从哪边觉悟 觉悟到 原来我没有了解到 人生的真谛 对不对 这就不觉吗 原来我不觉啊 人生的真谛 真谛是什么 真谛不是两个字 那个就是本觉啊 真谛就是本觉啊 你有没有体会到 那本觉是什么 你连那个本觉都没有体悟到 你怎么叫觉悟呢 对不对 昨天 很累啊 我跟台中的师傅讲说 明天不要给上 我说我睡醒就给上 这很清楚吗 昨天也不知道几点睡啊 反正睡下去啊 早上听到电话响 我就想到电话响 不要有人接嘛 就继续睡 奇怪 怎么又电话又响了 我讲啊对哦 这个房子只有我一个人 这个房子只有我一个人 有没有醒过来 有有醒过来 醒过来就以为说 那电话有人接啊 我以为在台北啊 台北电话有人接 可是我台中住那里 没人接电话 电话一直想奇怪 怎么想那么久 还没人接啊 不管他 反正那个人大概在厕所 翻身在睡 哎呦我又响了 不知道过多久啊 又响了 奇怪怎么都没人接呢 啊不对 我在台中哦 不是在台北 好啦 一起来看 十一点半 我干嘛 我以为你走了 他以为我走了 你有没有醒过来 有啊 根本你没有醒嘛 你还在睡觉啊 你还分不清楚状况 到底在台北 还在台中啊 对不对 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 你好像有觉悟了 事实上还没有觉悟 你只是啊 在生活中啊 重新调整一下 但是你并没有正式的 重新开始 因为你没有认识到 真正的环境 我跟各位讲 很多人说 师父我真的发心 我说你要真发心 不用我讲了 怎么修行 不用我讲 你要真的 从人生的大海中 醒悟过来的话 该怎么修行啊 不要师父讲了 你会比我更急 你急的不是急 我来问师父 你会很认真的 一直去精进 我们现在不是啊 师父啊空气不好 吃的不好 这个环境不好 你到底要修行 还是要好不好 关键就在这里 真的当我们 从人生的茫茫大海中 真的醒悟的时候 你就了解到说 我要的是那个本觉 原来我不觉 不觉 我有本觉 你是要抓那个本觉 所以你不要看 这本觉是什么 你现在不知道 你真的觉悟到 这个本觉是什么的时候 那一路上你就一盘风顺 你已经上到 上到了 上到了 以前的话叫入流啊 以前没有高速公路啊 对不对 条条条条大路通通长安啊 那没有什么 所以你会觉得说 入流流到水里头 就跟着河流走 这个叫入流 你要真的觉悟到本觉是什么的时候 你已经上到了 上高速公路以后 就永不回头 真的 所以我们在奋斗的时候啊 要把这个部分弄清楚 弄清楚 它的这个意义 它这个意义 好 下面他开始介绍 本觉跟始觉 本觉意者 对始觉意义说 以始觉者 集同本觉 始觉意者 依本觉故 而有不觉 依不觉故 所有始觉 那我们大概都讲完了 始觉 本觉 不觉 始觉觉是什么 始觉觉不觉 不觉是什么 不觉有本觉 知道吗 这三个啊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说 始觉有三个意义 始觉有三个意义 第一个是 啊 我醒了 醒了 你发现什么 啊 原来我在睡觉 就叫不觉嘛 啊 不觉 不觉什么 不觉我有本觉嘛 那你要是本觉不弄清楚 你怎么 怎么有始觉呢 因为你弄清楚了 本觉是 原来人人本具 而你自己不知道你本具嘛 所以叫不觉嘛 那你现在始觉是你刚刚发现原来我有本觉嘛 所以这三个是在一起的 所以一有始觉 不觉就不见了 不觉不见了 本觉就现前了 有没有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看抗着你 看抗着你 那个目标 然后你的奋斗啊 大概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走 就像这个 这个一样 以这个 目标在这里 我现在在这里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 奋斗 大概即使有偏差 都不远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说 我们是个凡夫 在修行 你不是圣人 所以你有时候会偏差 会跑出去 会跑出去 那不要紧 你要赶快调回来 跑出去 要调回来 跑出去 要调回来 不要太在意说 啊 你又换戒 你又怎么样 不要太在意那些 那你要懂得 一定要调回来 就对了 凡夫是出去以后 不懂得调回来 你知道吗 乃至于他越跑越远去了 我们现在标的 已经确认了 所以你要一直 调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随着时间 我们在这个范围里头啊 你一直的进步啊 我们往外偏差的 那种幅度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乃至于啊 都不偏差 那个才叫成就 所以我们现在 华原的修法 就告诉我们说 你觉悟以后啊 在这样的标的之中 这样的规范之中 来奋斗 来努力 这个叫果地觉 因地心 果地觉是什么 本觉已经知道了 本觉已经知道了 那你一般人不是 我开始要学 要学什么 不知道 所以就外在的约束会很多 外在的约束会很多 然后当你有所偏差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你天天就在那里 这里对不对 那里对不对 一直在那边调这些 换句话说 这就是要求你当一个圣人 因为你只有对跟不对 在那边对立 你不知道那核心是什么 现在我们 是先把核心定出来 起信论的这个原则啊 是跟华言的思想相吻合 所以起信论是 华言的根本论点 原因也在这里 也在这里 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 到底是先有起信论 还是先有华言经啊 那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也不去做这种研究 但是我们可以说 在当时印度的这种环境里头 我们可以说 这个思想是很普遍的 所以华言经有这种主张啊 起信论也有这种主张 它应该是同时来的 同时来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诀啊 是要觉到 觉悟到新的本源啊 那才叫做究竟觉 假如不能觉悟到新的本源啊 就不是究竟觉 那为什么这样区分 那这里面呢 在华言里啊 它分有几个 几个这种 这种层次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 这个起信论啊 它怎么分 第一个 如凡夫人 觉知前念起恶故 能指后念 另起不起 谁负明觉 即是不觉 这个起的恶念啊 那想一想不对 不让他去付诸行为 那就把它指掉了 那不再发生 这个也叫觉悟 但是这个觉悟是不觉 起恶念的这个部分啊 不是我们所讲的觉悟 但是他有没有觉呢 他也觉 这个叫凡夫觉 凡夫觉 这个从阿妮多罗三秒三菩提上面来讲啊 这个觉啊 只叫觉 不叫正觉 因为阿妮多罗三秒三菩提是分成 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这当中第一个层次啊 会觉悟的 叫做觉 正确的觉悟叫正觉 所以阿罗汉就正觉 凡夫都会觉 觉什么呢 你在学东西 学了老半天 学不合 忽然间 原来是这样 那你通了 这个叫觉悟啊 以前 台湾刚光复的时候 外省人到台湾来 看台湾人啊 墙壁挖 有个水龙头 一转啊 水就来 那么这些阿兵哥啊 就 这个台湾很厉害 在墙壁就会出水 那我不要跑到河里去挑水 他到五金行去看 哦就是这一个 就买一个回去 装在墙壁上 转一转 水不来 你这个坏了 给你换 有没有 换了又装了 因为水又不来 又拿去再换 卖的人觉得很奇怪 又怎么了 第三个又来啊 干脆就把店给砸了 叫警察来问了 哦 你装墙壁就会有水 然后去看别人的 哦 原来他墙壁里头 还有一条水管 哦 他觉悟啊 觉悟是什么 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觉悟 他这个叫 哦 原来如此啊 这个凡夫觉啊 是属于这个部分 第二个 就如 二圣观治 出发意菩萨等 觉于念意 念无意向 以使出分别执着相顾 明相似觉 这个叫正觉 这个叫正觉 正觉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叫相似觉 那我们在前面啊 相似觉的前面 华元经啊 他是分有一个叫明治觉 觉悟了 觉悟是觉悟了 还没修行 哦 绝本觉以后啊 还没修行的 叫做明治觉 所以我们叫发心菩萨 这菩萨已经发心了 哦 你不要高兴 那叫明治觉 明治上叫菩萨 明治上叫觉悟 还不算觉悟 这我们叫信慰菩萨 可能你在修行 那都在摸索阶段 叫明治觉 那么进入啊 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未修行的 那叫做相似觉 相似觉 那第三个 如法身菩萨等 觉于念住 念无住相 以离分别初念相故 明谁分觉 他这个谁分觉啊 就是华元经上面所讲的 实地菩萨 叫谁分觉 不过他这个分别啊 跟我们所讲的 还是有点区别 哦 第四 如菩萨递尽 满足方便 一念相应 觉心出急 心无出相 以远离维系念故 得见心性 心急常住 明就静觉 这个在华元里面啊 是属于圆满觉 哦 那么 在这个 起经论里面 他也分这四个啊 但是这四个啊 跟那个不一样 跟华元经讲的不一样 他这个地方讲的 这种划分法 是起信论的划分法 在 谁分觉这边呢 那 华元经是分十一位 十地加等觉 这个叫十一位 那么 第四啊 究竟觉啊 那是 成佛的妙觉 那四十一位法生 加第四十二个究竟觉 就成四十二分 所以我们常常有这些地方 用四十二来表法 是指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面啊 有死觉 有明治觉 有相似觉 有谁分觉 有究竟觉 这个叫五位 有不觉 不觉以后死觉 死觉以后圆满觉 这个叫三觉 所以 在这里面呢 起信论就分三觉 五位 这是一个名词 修行过程当中 首先是不觉 后来死觉 死觉以后呢 就到究竟觉 这个就是三觉 三觉当中分五个位次 死觉 明治觉 这个相似觉 谁分觉 究竟觉 这叫五位 从这五位来讲 修行叫五位行法 华人讲的是六位行法 不是五位行法 五位行法就是死觉嘛 这个明治觉 相似觉 谁分觉 究竟觉 这个是五位行法 那六位行法 华人的讲法 六位行法是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妙觉 有没有 这个是六个 谁叫六位行法 六位行法 跟五位行法 定义不一样 明相差别很多 我们不详细 跟各位讲这些 事先让各位 让各位了解一下 这种区别 这个是 从死觉 来讲的 下面是结论 事故 修多罗说 若有众生 能观无念者 则为 向佛 自顾 修多罗是经典上面 说 这个是 波罗经典 讲的 有众生 能观无念 观无念 会不会 会不会 不要点头 不会 事物骗人 大家都很乖 所以对我会 无念你怎么管 会观无念的功夫是很高 你的信念 你都摆在 有念的地方 你不会摆在 无念的地方 我们是凡夫 当有人骂你以后 你就会去 他为什么骂我 他问我又没有 对他怎么样 他为什么骂我 你看你一直有念 对不对 他骂你 骂就归他骂 他神经病 管他骂 对不对 我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放下一切 你能不能 把心摆在 不理他的地方 这个叫观无念 所以我是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信念 你是会放在 有忌特的地方 所以 不会修行 我们就给你一个念 念什么 念阿弥陀佛 念詹巴拉 詹巴拉知道吗 就财神 或者是念 哦妈你别别哄 哄也好 牛也好 马 不要念马就好了 随便 有一个给你念 你心安住在那里 其他的都丢掉 当你在这个地方 一念 不乱的时候 这一念就无念了嘛 你知道吗 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 当你真的把心安住在这个 一念 不乱 那个时候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 空境会现前 那你安住在那空境的时候 假如你有精教的训练 那五六支带起来 你会起无边的妙用 但是没有的时候 至少那个境界是无相 无念 但是我们没办法到那个地方了 你一定要记得 有一个东西给你一直念 那不会修行的人就是念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骑着自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越念越快 加油越快 那你就知道 那有多好玩 这个时候 你心念专注 你的身体会跟着相应 这个时候都是凡夫行 叫做有衣修行 真正修行是无衣修行 但是无衣修行 你一定要透过有衣 到某一个阶段 你才会停下来 也就是第一个阶段 你要透过这一念 把一切妄念都丢掉 都丢掉 这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你这一念会调整你的心性 你的念佛会很稳定 不会快也不会慢 你的生理 生理冲动 不会被你这种念佛的境界所左右 不会左右它 那这个才进入第二个阶段 到这个时候 你自然到第三阶段 你自己进去就没有话说 所以你现在有什么境界 有什么成就呢 你不用讲 讲的都不算 讲的都在第一阶段 因为到第二阶段以后 你就不会去讲它了 那第三阶段是不可说 对不对 有没有 留意看看 所以你不要老是给人家讲 你修得如何如何 你越讲你修得如何如何 人家听的人笨蛋 根本就不会修 还在吹牛 真的有功夫啊 用功夫的人 他到那个境界 他不讲了 讲也没意思 我讲给你听 你也不懂啊 对不对 我有用功啊 你没用功啊 你看会写字的人 他写字写到某一个程度 他不会讲了 内行人看你就知道 那外行的才刚学的 我写的 我写到修到 人家一看就拆交 要写字 你为什么会讲那些呢 因为你刚开始 所以在第一阶段里面讲的 都不是真的 都是一种喜悦啊 粗的喜悦 所以前面讲粗分别 粗的很粗的一个境界 所以他说 若有众生能观无念 能观无念 就是啊 这个众生 趋向佛制的一种现象 你看看 这个修行的要求啊 是相当高的 这个要求是相当高 我们今天啊 先讲到这里 这个时间啊 虽然很快 感谢观看